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整个美国股市还有全球的股市涨得都非常的好 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各国央行他们都处在一个降期的周期里面 其实对于美国来讲的话可能是加期周期 但是加期周期里面不小心进入到了一个降期的调整 所以呢但是整个围绕着2019年应该是全球各国央行都处于一种量化宽松的一个状态 要是有这个中央美联储中央银行或者是各种的这个各国央行不断的向市场当中去注资 我们甚至看到德国都出现了这种复利率的这种状态了 所以说正是因为这个样子的注资往场内注入了流动性 我们才会看到整个2019年的一个大幅度的上涨 那当然了注资了大家有钱了更好的去开拓市场 那我们同时也看到美国的就业率是非常非常的高 然后呢大家的这种金资增长的水平也有所上升 尤其是消费行业的这个业绩强劲也给我们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 就是到目前为止整体的这个经济还是都是非常好的 但是最最重要的核心它并不是经济有多么的强势 目前经济可能是存在泡沫的 因此美联储才做了一个连续降息的一个行为 那我们是做股票交易者的 我们毕竟和经济学家还是有一点点的区别 所以与我们股票交易者来讲的话呢 我们只需要把握住美联储对于宏观政策的一个方向性 然后因此对于我们微观上面的炒股有帮助就可以了 所以呢这种牛气的行情 我们不能说会贯穿整个2020年 但是接下来到了2020年至少最开始的这些时间段 我们依然可以去承接着今年的这种强势 继续的向上去看一个拉升继续看到 所以对于2020年呢 此时此刻我们还是要抬头 然后向着上方继续去看三大指数继续向上走强 好那由于经济前景的改善贸易谈判取得了进展 以及美联储局在2019年有三次的降息 投资者呢他就更有信心 并且美国到底是全世界的领头羊 其他很多国家都在负利率 而美国呢还是保持着正常的水准 那么我们在今天呢 我们也看一下啊 这个如果大家想要知道在2019年最红的股票 上涨的最多的 那我如果爆出一支的话 大家一定很 至少我是很surprise 也许对Brent来讲 你一定非常的熟悉 第一支名列前茅的就是AMD Advanced Micro Device 它一年上涨110.73% 然后苹果的股票上涨83% 还有Lam Research 你看这都是半导体的股票上涨89.35% 这么多好的股票呢 其中KLA Tencore上涨74.75% 这些都是它的母公司都是在Mupitas 就是在矽谷 我们成天都开车经过的地方 Apply Material Semiconductor的机械公司 也是一年上涨69.03% 哇 他们简直是乐翻了哈 对啊 非常好 太好了 并且在零售股里面 看到Target Target这支零售股 它也是打破传统 不像一般的有店面的公司 都受到很大的波及 但是Target呢 它今年也是上涨得非常好 比Maisy的话 比起来是要好的太多了 一年上涨87.68% 那其中还有像Tiffany 当然它是被Louis Vichan买去 它一年上涨65.64% 可是看得很奇怪的 就是黄金的股票也上涨 在原油方面也上涨 这个到底为什么会这些 平常都是在Hedge之间的关系的股票 它齐齐向上扬 这有没有一点意外 这个完全是在意料之中的事情 我想我们在做之前节目的时候 已经跟大家讲得非常明确了 首先我们看到 刚才朱小姐提到了 这些晶片类的公司 它们都表现得非常好 它们上涨 一个是来自于和中美贸易谈判的一个缓和 再有一个就是美联储的江西 它会去立好了这些公司 那大家现在都知道 全球的经济都马上要进入到 我们都知道接下来要5G了 我们也都知道人工智能 我们知道大数据等等的那些东西 其实它们都要用到芯片的 所以说大家处于这个时代发展的过程当中 芯片就已经成了就像是氧气一样 只有芯片的话 这些公司它们都没有办法发展 没有办法进步 而全球最高端的这些芯片类的技术 公司又都在硅谷 所以说这才导致说 为什么芯片类的公司 长得这么这么的厉害 而且大部分的芯片公司表现都很好 因为真的是大家的这个技术 是非常非常的强势的 那这是大盘上涨的原因 反过头来我们再看 为什么黄金会上涨 很简单 因为美联储已经给了我们答案了 美联储说我们看到 我们为什么要降息 就是因为通胀迟迟不能达到预期 我们现在降息是为了帮助通货膨胀 达到2%以上的 就是稳定在2%以上 如果美联储把这个话告诉你的话 你就明确知道说 通胀要走高 接下来通胀一定会走强 那么当通胀走强的时候 贵金属一定是上涨的 因为它是抗通胀的最佳产物 所以说黄金它就开始出现了伤行 这个与金融危机啊 与什么东西都没有关系 因为很多人会说 你看大盘在涨 你看这个黄金也在涨 这就要金融危机了 所以这肯定是要跌的 否则大盘黄金不可能涨 但其实这就是我想跟大家讲的 所谓的金融危机 它不是散户考虑的事情 它更多的来自于宏观的经济 大家要去拿捏一下宏观的经济 我特别想和 这是我刚才回答您的问题啊 为什么黄金和大盘会一起涨 那我特别想和周小姐 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去讨论一个问题 你有没有发现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似乎每一个人都在提金融危机的事情呢 嗯嗯从什么时候开始 朋友都在谈金融危机啊 对啊 最近一波 大家就是觉得中美贸易 大概谈不成 可能会导致金融危机啊 大家对 大家谈不成导致金融危机 还有很多人 难道周小姐身边 没有很多人觉得说 要投资 但是一起投资 不行不行 我不能买 这个股票太高了 现在买的话肯定容易被套的 有大把人 然后还有很多的言论呢 是说 美国股市已经涨了十年了 还怎么涨 你懂不懂经济周期啊 你懂不懂经济循环 十年就涨了 其实 因为我们接触到很多的客户 那我们就在分析这些情况 我们分析下来就会发现 就想问一下大家 如果连我们普通老百姓都知道金融危机了 你说美联储会不知道 还是说美国财政局会不知道 还是说PT Gordon 他比我们更知道 对不对 他们比我们都知道 因为如果他们不知道 那倒可以理解 但是如果他们都知道的话 你说我们这个Lemon Brothers怎么会倒闭呢 Bellstone怎么会倒闭呢 其实他们是不知道的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散户投资者们 其实大家根本没有数据的支持 你所谓的美国股市太高了 其实你是在自己骗自己 因为从2014年开始 我听过太多的声音 说美股不行了 全球经济要垮掉了 中国房地产不行了 可是直到今天2019年了 中国房地产依旧很强势 是 Sillicons Valley的房价根本都跌不下去了已经 这简直是不但不跌 而且涨得还很高 那同时呢 我们看到美国大家的AERA 401K涨得都很多 很多人就单纯的觉得说 要跌了 其实它没有数据的支持 你没有看一下美联储的这个 目前美联储的这个注资 你没有看到这个市场当中 大家对于就业率的一个旺盛 大家对消费的一个旺盛 很多人可能会讲说 美国是消费国家 他们都是用华信用卡去做的 其实信用卡的这个年年增长 这是必然的现象 就像人口一样 人口是必然在增长的 但很多很多的东西 它一定是逐年往上去增长的 这一点是不用怀疑的 所以我们看到的什么信用卡危机 我们看到的贷款额度增长 这没有问题 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了 坏账比例的下滑 这就是一个利好 对于大家很多的时候 是忽视了一些问题的一个本质 那我想说这些 我的重点的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我觉得如果说 很多人觉得说 哎呀 当你每个人都在讨认 这个大盘要涨 要买股票的时候 你就要去警惕了 因为这个大多数人 看的问题都是错的 但其实大家不知道 不知道从哪一天起 现在大部分人是在看空市场的 大部分人觉得 美国股市会下跌的 这就导致了 为什么大盘会不断的出现 往上涨 因为他们是那种大多数的人 他以为自己也是少数的人 但其实他是大多数的人 市场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这么反向 华尔街呢 有一个特别明确的策略 就是他就和券商们合作 就看大部分的人 选择的方向是什么 然后他们就反向操作 其实这个策略在华尔街 还是比较流行的 那我把这个信息送给大家 大家好好思考一下 您觉得你到底是多数人 还是少数人这一面的 所以我们对2020年的话 我们依旧是看涨的 那我们在之前也给大家讲过了 我们对2020年给大家推出了这个五支大牛股 那这五支大牛股是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在2020年继续去抓住市场的涨幅 不要像今年一样 说我错过了 我没有看涨 天天都在用苹果 结果比如不买苹果的手机 大家一定会感到遗憾的 所以呢我们希望 把这个天天就发生在你身边的东西 融入到大家的这个portfolio当中 那我们的这五支牛股呢 我们之前讲过 在2019年去购买是299的价格 2020年1月1号购买就变成了599 所以今天是最后一天 我们的优惠是最后一天 当然明年你也可以买 但是就是变成599了 多花300块 是的 哇这个从现在一直到明年 已经不到24小时了 要动作的人可是要赶快下手啊 就打8009588561就可以购买了 或者是您可以加温润老师的微信号 温润问2019 我在进工商资讯之前 还要提一个问题 其实股票下跌 华人的投资朋友就很害怕 股市上涨呢 大家有信心就觉得说 你要卖给我5支股票 我自己做 我今年都已经成长20%以上了 我为什么要觉得你提议的股票有什么了不起 你怎么回答 因为今年四个股票都在涨 我们未必能保证住 明年也是个股票就在涨 所以你一定要去选择对的那个东西 也许大家今年说 我自己做了涨了20% 但是如果你跟着我们的这套投资组合走的话 可能你会做4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优势 应该大部分的情况下会跑赢大家的资产组合 否则我们也不能称之为专专业了 是 我也搜寻各个的财经网站 来看看今年哪一些股票都上涨了 从头第一名一直排到第二十名 我现在在猜测这五支大牛股里面 有没有再包括在2019年跑赢大市的一些股票啊 当然会有 当然会有 因为基本上大家如果看标普500里面的股票的话 其实大部分的股票都是跑赢大市的 就是被那么几个给拖累下来的 毕竟指数嘛 走的还是相对缓慢一点的 但大部分的公司其实都是很不错的 今年好 OK 今年的标普500里面 500支股票有90% 就是有450支股票都是上涨的 只有10%的标普500的股票里面 今年是负成长 好 我们今天访问的嘉宾是中文投资网的Brent 他在今天跟我们在2019年12月31号 在今晚凌晨 就是进入明年之前要购买 未来的五大牛股可以跑赢大市 肯定比自己做股票要赚钱来得多的 就请在明年之前来定这五支股票 现在的打折的价钱是299 从今天12点凌晨之后 那就变成599了 OK 请致电800958 8561 我们现在休息一下 回来以后继续探讨明年股市的前景 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中文投资网ChineseFM.com 创办人Warren Wang 接受媒体访问预测 美股还在牛市中 大牛市仍在继续 大胆布局长期持有 2009年金融风暴后 Warren大胆建议买进Apple Amazon 5万美金投资 现已超过150万美元 Warren Wang揭秘未来10年超级牛股 亿万财富不是梦电子书 微信Warren Wang2018或拨打1800958 8561 免费索取 请参加德利昂地产 1月迎新年系列研讨会 首次研讨会将于20201月14号 周二晚6点至8点举办 德利昂地产卖方代表Michael Repka 详解地产相关的税务问题 地点Oshman Family JCC 3921 Fabian Way Palo Alto 提前预定请致电650-543-8504 或电邮至rsvp at delianrealty.com 此研讨会专为潜在客户准备 谢绝同行参加资深贷款经济张力 清华本科 通过经济发展趋势 分析利率动态及未来的走势 独家冠名赞助GMCC万通贷款的James Jean 西资深贷款顾问Charles Fan 推荐真正的大额贷款项目 适合不同身份人士 不论投资物业或cashout 各种贷款需求都能满足您 1月4号1月5号 周六日两晚黄金时段7点半 与您共享 娱乐漫谈好时光 Google & Max Real 邀请您加入地产贷款团队 Google & Max Real 在地产和贷款领域双双业绩显客 专业的培训帮助您在地产和贷款双丰收 请来电408-720-6800 408-720-6800 专注才能专业 专业成就事业 贷款专家Tendra Go 近20年专注房贷业务 从未因利率起伏而心有旁骛 行业信息变化莫测 客户情况千变万化 只有专注和专业 才能帮助客户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 才能处理好上千个贷款疑难杂症 Tendra电话408-218-9760 218-9760 邮件Tendra008 at yahoo.com 大家好 我是周乐 感谢大家多年来对娱乐漫谈的支持 踏入新的一年 我们会继续于节目当中邀请不同专业领域的嘉宾 探讨与大家息息相关的话题 节目内容更精彩更充实 从1月4号起 我们会继续于每周六晚7点半和大家见面 而重播的时间将会提前至周日晚上7点半 记得啦 1月4号起 周六周日两晚黄金时段7点半 娱乐漫谈与您相约在KDSF26台 老公啊 我出车祸了 怎么办呀 啊 你没事吧 上次我哥哥出车祸以后 听他说找重姓律师事务所的翁景山小姐 他们有20多年的经验 会为客户联络医生 保险公司 最后啊 还向对方保险公司争取了一大笔的赔偿啊 好 那我马上就来找翁小姐帮忙吧 重姓律师事务所24小时为您提供车祸法律服务 请电翁小姐 415-269-1803 415-269-1803 哎 汽车和房屋保费要涨 听说范宇可以升很大 财先生 一年减少45% 升了957 嗯 这升很大 王泰 一年减少38% 升了2416 哦 这怎么升很大 吴总 一年减少53% 省了6033 这也省太大了 范宇升很大 因为代理40家以上A级房屋与汽车保险 迅速多加比较 拿到最高折扣 范宇真的升很大 888-831-8868 小范宇 省很大 听众朋友 欢迎回来再度祝大家新年快乐 今天是2019年的最后一天 我们非常非常的兴奋 也非常的骄傲 能够在今天的节目中访问到中文投资网的Brent Brent 请让我们的旧金山的投资朋友了解一下 在名贵公司里面的一直有这个拿真正的钱来做交易比赛的这个情况怎么样 今年呢 我们还是和往常一样跟大家来做了这样一个实盘的交易竞赛 那我们的Jayson老师到今天为止的话是从7月份一直到今天他的这个收益率已经达到了193%了 这是非常非常高的 对很厉害啊 昨天是200% 今天稍微有一点点回调了 相当于1万块钱 又变成了2万块钱 3万块钱 这个样子一直在涨 对 所以这就是我们在VIP当中可以给大家去提供的东西 因为很多的投资者呀 他会说 我是做短线的 不要跟我说长线 很多的投资者说 我们要上班啊 哪有时间去看短线 所以我们只能去选择长线去进行投资 我们呢 因为长年的中文投资网今年已经是20年了 我们见过了很多很多的客户 所以呢 我们也把这些投资朋友呢 给进行了分类 我们会基本上分成几类 要么长线 要么短线 要不然呢 就是比较悠闲 就是长短结合 这样是会比较会资金管理的 所以我们针对不同的用户群体 我们都给他去进行了一个可以叫做量身挡造的投资方案 那你说有的人说 哎呀 我这个时间200万 三百万 我有这么多的资金 那我不能像这个散户一样 在这个市场当中重仓买进去 在卖手下 我追不着教的 所以我们就会用期权教给大家如何去卖期权 通过卖期权收佣金的方式 让你去建仓达到一个稳定的状态 那发生在中文投资网非常真实的事情 大家在中文投资网的YP会员区 你都可以看到 我们有一位会员 他用了200万的资金 他一年可以收进来60万美元 那我想问一下大家 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收益 太好了 当然是一个 对啊 当然是很好的收益 关键是他不像你买股票一样 不安全 他非常的稳定 这就是我们对于大资金的一个帮助 对于长线投资者帮助 有的会员 有的观众朋友讲说 哇 200万 这也太多了吧 我没有那么多钱 OK 没问题 Jayson老师1万块钱的投入 1万块钱我想对大家来讲都不是问题 如果你用1万块钱去进行操作的话 你跟着Jayson老师从7月份到今天12月31号收盘 你的收益率已经从1万变成了3万了 你涨了200% 这就是回报率 这就是短线交易的回报率 所以呢 大家就想说 哎呀 那你这个也太极端了 要么200万 要么就1万 那我这个10万的资金怎么办 10万的资金呢 咱们就要开始去配置一下了 配置 对 我们一部分的仓位呢 放到蓝筹股里面 还有一部分呢 去做一做短线 做一做波段 就是类似于这种交易 那对于那些很经常可以在家里面 或者是没有事情的投资者呢 我们当然每天都会有日内交易了 我们会给大家喊出来的一个口号是 只要你投资2万股 你每个月 你可以从市场当中 拿回来将近3000美元的一个利润 为什么 这个东西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并不是说我们针对一只股票去投资 而是我们像一个full time job一样 我们去每天在交易 我们每天都在市场当中 去选一个涨幅超过30% 40% 甚至涨幅超过100%的股票 然后呢 我们针对它的一分钟图形 去做一个追涨 因为很多的时候啊 这个股票涨了100% 涨了50% 这种股票呢 市场当中天天都有 但是呢 我们投资者 我们进去去做 在抓一个小波段的这个上涨 你说涨了100%的股票 你就进去抓个5% 难道很困难吗 非常简单 我觉得 这两天大家有看到 未来汽车包完业绩之后 昨天是翻倍了 今天又涨了8% 还有一个股票呢 叫做SBRA 昨天涨了183% 今天呢 收盘是下跌的 但是这几个股票 都是我们这两天 一直在进行日内交易的股票 我们每天呢 都可以帮助到大家 在市场当中 我们不要说的那么不切实际 你两万五的资金 我们就用其中一万多块钱 两万块钱的资金 你就去赚一两百块钱 这就是小钱 但是这个小钱呢 会让你赚的很稳定 所以现在我们是把这些 各种的产品 都给大家放到了眼前 投资朋友 你可能会觉得说 哎呀 我这个资金怎么用 我是不是要继续交给这个 JP Morgan 或者是交给 Charles Wall 我们就给他们去管理 大家为什么不自己去管理呢 这就很简单 所以我们已经把各种的产品 摆到了你的面前 你只需要去考虑 你自己的需求 是什么样子的 在美国一定要进行股票投资 因为你不进行股票投资的话 你是没有办法 让自己的资产 去变成一个升值 你只会它跑病通过股胀 所以一定要去炒股 这就是选择投资方式的问题了 所以希望大家 你要去先想好 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投资方式 我们的这些产品都会帮助到你 很多的投资者说 我不知道我自己是什么样子 很简单 这就是中文投资网存在的意义 我们可以帮你去定性 大家可以去过打我们的电话 800-958-8561 我们的投资 我们的客服代表 会跟大家去交流 他会告诉你 你应该适合哪个样子的产品 这样的话就可以帮助到大家了 刚才听到Brand提到VIP 中文投资网里头 除了VIP 还有哪一些项目 是适合不同投资style的顾客呢 当然我刚才提到的VIP 我还是说了好几种的投资方法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五大牛股 它是适合做那种大场线的投资 我们还有黑马股 黑马股呢 就是我们要在这个市场当中 去寻找到一个可以翻十倍的股票 比如说我们之前就找到的 这个大麻类的产品 CBSI 这个股票呢 我们就从一块钱 一直做到十多块钱 那这就是一个翻了十倍的一个状态 那你不需要 我们也并不是认为这个股票肯定能涨到十块钱 而是呢我们找了一个列表 我们把可能会涨十倍的股票做一个组合 你每个组合稍微往里头挣一点钱 有一只股票赚钱了 你的整个收益力就全上来了 所以这个是给黑马的人投资者准备的 当然我们还有期权 很多朋友说我一万都拿不出来 那你五千块钱总有吧 五千块钱的资金在这个市场当中 我们就去套套期权 这是非常简单的事情 像我们利欧老师专门做期权 包括我自己也是 其实我们我是会更擅长期权一些了 期权呢在华尔街就是叫做 穷人去对抗富人的一个游戏 但是富人也可以对抗富人 用期权的方式对吧 是的 对对 所以呢这是一下给了一些穷人的一些机会 很多的投资者没有那么大的资金 他们呢就拿着这个期权去进行交易 你说亚马西那么贵的股票 但是你可以用期权啊 期权里面的话 我们还可以再用spread的方式去教大家 所以投资市场真的是 为什么一个股票的投资 我们需要中文投资网有这么多的人 再去做这个产品 因为他真的要分很多很多的细节 适合不同需求的投资者 完全看大家的需求是什么样 我可以明确的讲 中文投资网应该是在整个华人地区 就是全球范围内的华人地区 去服务美股覆盖面最广的一个平台 的确的确 的确的确 任何对于美股的需求都可以在 当然A股我们没有去照顾到 他帮你少走弯路 并且有这么多人把他的经验直接告诉到你 他是会帮助到大家的 这是大实话 所以我们是在帮助你 我们是在帮助你 希望大家去少走很多的弯路 当然很多的弯路你必不可少的要走 但是很多人走过了这个弯路之后 他不知道他自己走的是弯路 还在那个地方是一直往下走 但是你走过了弯路之后 我们可以帮你点出来 你就不会走这个弯路了 所以在炒股上面 中文投资网一定是大家最好的朋友 好的 Brent看到UUP代表美元 美元在这个月中达到了26块9之后呢 就节节下退 达到今天的25块9毛8 在币质上面有这么大的下跌 其实是震动很大的 美元的下跌对于美股的上涨 又play了哪一个角色 其实它是一个相互的关系 正是因为美元下跌了 那美元为什么下跌 因为美联储的政策 美联储量化宽松了 所以美元它强不了 这就是美元下跌的原因 市场当中的资金多了 美股就上涨了 它并不是一个相互关联的问题 而是他们的所有的问题核心 就来源于一个美联储 所以对于明年的走势 我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没有跟大家 没有办法强力的说出来 因为我不知道明年美联储要怎么样啊 如果明年美联储继续量化宽松 那我们就继续看到这个市场 如果明年美联储要开始 重新的银根缩减了 我们的这个观点可能就要重新变化了 所以大家明年我们会继续的和大家去做这个节目 帮大家去分享股市 但是在此之前 我们还是应该继续看到美股的 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五大牛股 在涨价之前就趁这个机会来购买 在打折的价钱用299就可以买到 在未来会上涨跑赢大师的五只股票 请致电800-958-8561 800-958-8561 谢谢你 也祝你除夕愉快 明年更好 谢谢周小姐 谢谢大家 新年快乐 好的 下次再见 好 谢谢周小姐 拜拜 听众朋友 上半场节目结束 近段广告 请继续收听 访问Lone on time Andrew的访谈 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昌星珠宝CH Premier隆重介绍 欧米加全新叠飞系列 推手女装晚表 融合现代心意及呈现经典设计 创新与美学完美兼备 张浅女性的自我定义 与天生魅力 相攥表圈 迷人风范 湾区华人独家代理 Westfield Valley Fair CH Premier Pala Alto Stanford购物中心 昌星珠宝 您想在湾区找到最合适居住的新屋吗 湾区新屋专家 曾庆安 Stanley曾 专精新房市场 曾经与各大建商合作20年 不但熟悉湾区所有新房 还追踪到各地 即将推出的新屋计划 可让您在第一阶段 即可买到价钱最低的全新华屋 请速来电查询 408-777-8900 请找曾庆安 Stanley曾 408-777-8900 范语集团首创财富管理 一站式平台 是人寿保险 年金规划 投资理财 贷款 汽车房屋保险 一站式权威 总部位于洛杉矶 北加州 San Jose San Mattel Pleasanton 三个办公室 为客人规划最适合的汽车房屋保险 是您财富管理的首选 北加州专线 888-831-8868 888-831-8868 泛语用心 让您安心 矽谷华人电台各项节目 除了在svcmedia.net网站重复收听以外 我们的节目也放在Facebook YouTube 以及新浪微博中 您只要搜寻SVC Media 或是矽谷华人传播公司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 让您随时随地都可以享受SVC 德利昂地产 Dele Young Realty 喜迎新年系列房地产讲座之二 1月18日 周六早10点至12点 系股最成功的买方经纪人 Ken Dele Young 将就如何于2020年 买到新仪房产的准备工作 展开探讨 地点Mitchell Park Adobe Room 3700 Middlefield Road Pala Auto 提前预定 请致电650-543-8504 或电邮至RSVP Dele Young Realty 此研讨会专为潜在客户准备 解决同行参加 资深贷款经济张力 清华本科 通过经济发展趋势 分析利率动态 及未来的走势 独家冠名赞助GMCC 万通贷款的James Jean 西资深贷款顾问Charles Fan 推荐真正的大额贷款项目 适合不同身份人士 不论投资物业或Cashout 各种贷款需求都能满足您 1月4号 1月5号 周六日两晚 黄金时段七点半 与您共享 允乐漫谈好时光 好消息 GMCC推出低利息大额 将包贷款计划 贷款额超过50万到200万 30年固定利率3.5 Cashout也可以 无任何费用 需LTV低于60% 和高于780信用分数 请速电资深贷款专家张力 408-315-9470 408-315-9470 或微信联系L11-13591 L11-13591 Trans Pacific 泛亚财务保险公司 是全美华人最大的受限于年金的General Agency 北加州 现有Fremont 及San Jose Office Y 第三家 也于San Mattel 正式开张 全美 已有11家分公司 带领超过40家知名保险公司 并有1500名保险经纪人 为客户挑选最适合的保险及年金产品 有专业培训及back office support 欢迎保险经纪加入我们的行列 Trans Pacific 受限于年金的专家 汽车和房屋保费又涨 听说法语课也升很大 外星升 一年减少45% 省了957 这升很大 网泰 一年减少38% 省了2416 这怎么升很大 吴总 一年减少53% 省了6033 为什么太大了 范宇省很大 因为带领40家以上 A级房屋与汽车保险 迅速多加比较 拿到最高折扣 范宇真的省很大 888 831 8868 老范宇省很大 听众朋友 大家晚安 欢迎您继续回到财经天地 现在让我们来欢迎 今天在除夕夜晚上 来上我们节目的嘉宾 他是Long on Time的负责人 Indu B Indu你好 周朗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 今天是最后一天 也祝各位朋友新年快乐 在新的一年能够新享事成 是并且2020年比今年要更好 对对对 那我们今天来做一个2019年的经济 以及贷款方面的回顾 好吧 同时也给明年2020年到底在 我们可以想象的到一些利多 还有利空的因素来讲 在贷款的行业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年 首先来提一提2019年 今年的股票都涨得非常的亮丽 是在过去十年以来 涨得最好的一次 对 那其中呢有几个原因 重要的一个因素呢 就是十年以来 联储局决定降息 并且在今年降息了三次 在年底也向市场注资无数 所以呢也造成了一番荣景 Indu来 从您的角度 专业的角度来给我们讲一讲 这个贷款 2019年怎么回事 对 当然这个贷款来讲 就像您讲的 其实对我们平民百姓来讲 这应该是最理想的一个状态 就股市也涨 利息反倒跌嘛 因为像在去年的时候 我记得很多分析师在分析 今年是一定会加息的 就是加几次 是 所以川普上台以后 确实他这个做得倒是蛮好 就是他知道 对近来讲什么是最重要的嘛 所以近来讲 对贷款行业 应该是也是非常一个好的一年 就是说因为我们看 今天这个十年公债 收市在1.9% 其实实际上是below2%嘛 对 那么在去年年底 实际上已经2.6起了 2018年是2.4级 2017年也是2.5 所以我们看这个 今年十年公债实际上 跌的还是蛮多的 这个对我们大家来讲是 因为你通过利息降低以后 很多朋友又做refinance 实际上做开销 实际上不仅帮助reality market 而且就是说相对你感觉是你的 因为你的花销 你每月的开销减低了嘛 所以实际上你的这个财富 还感觉是在增长了 对对 一般做refinance的人 至少都省了几百块钱一个月 对对对 这样你可以就投资在其他方面 最简单更多消费 是是直接消费 也是一个理财的方式 即使不投资 你省下来的这一笔钱 也就是理财成功之道 对没有错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很多朋友 实际上在前几年做了很多arm的 就是这个adjustable rate mortgage 基本是五年或七年的 像这个一二年或一三年一四年 这个是买房很多嘛 到今年基本很多快到期嘛 那么这个利息低呢 确实也帮助了大家 因为大家利息浮动以后 如果说利息涨的话 就变成这个 得多付钱了 得多付钱了嘛 那现在正好是一个机会 你不仅是可以可以再做refinance 调整一下program 还可以做开销啊 就是说各种选择来讲 option都都不会 你的代价都比较低嘛 所以这个 但是会不会因为 appraisal的value会降低一点 而导致另外一方面 negative的impact呢 其实我们班区来讲 降还不是那么多了 因为基本上 因为第一个是2008年 应该是上涨幅度很快很大 今年我感觉是一个correction嘛 所以就稍微correct一点 应该还没有太大跌幅了 所以对多数人来讲 这个影响还并不是太大 明白明白 好 那么在2019年 现在的十年公债的回收率 不到2% 这个跟20182017年相比 都低的蛮多的 对 今天基本上回到2016年 2016年 大家知道 那个是历史上最 mortgage贷款利息最低的一年 哦哟 当时这个十年公债率 曾经跌到1.3级嘛 30年固定是大概 confirming啊 30年固定在3.25左右 那么今年呢 还没有完全低到那个水平 但是一度也曾经能 可以做到3.25 3.375的样子 对 那个时候十年公债回收率 好像有碰到1.6% 对 1.6 1.5几 1.5几啊 对对对对 哦 所以最近十年以来的房贷的利率 还都算是蛮低的 对另外一个跟2001年不一样 就是现在的经济股市啊 比2001年可是要好很多了 呀 而且公司的市值 以及公司的股价都高得太多了 对太多了 所以这个我想展望明年的经济来讲 应该也不会说太差了 因为毕竟这个第一个明年是大选年嘛 第二个呢 这个中美贸易协议 中美贸易协议 这个应该还是中间还会有很多风波了 变数了 风波 但是 那个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正常现象 其实现在你看这个我们的Donald Trump 他其实有的时候会利用这个起伏可以 哦他好会啊 哦这个人 能够能够减轻他的其他方面的一些压力嘛 中美贸易战 哦 事实上我们再回过头来讲一下股市 因为今天12月31号 欧洲啦 亚洲啦 美国都已经封关了 其实涨得好的不只是美国一个国家呀 欧洲还有像亚洲 很多国家的股市都涨得相当的相当相当的好 对我想有一个因素 也就是说各地的央行啊 包括这个欧盟 降利息 降利息 然后拼命的往这个市场里注资嘛 是 这个 真有用哈 对啊 这个其实这个可以理解 像我们现在很多这个小公司 有的时候这个出现问题的时候 你如果真的你可以得到一笔贷款 或者得到利息很低的贷款 就过关 那就过去了 就能撑下去 现在对很多business来讲 就是有能力去survive 即使你不赚钱 这个都都是一个比较正面的了 对的确是 好那比如说像今天是还是再是有开市的 对 只是明天休息 明天休息 对今天实际上最近一段时间利息变化都不是太多了 我们还是看一下这个新年以后看看这个市场会不会有一些什么大的变化 我相信联储局在货币政策上应该还是会持续现在这一种政策嘛 就是说即便说他不会再去减息啊怎么样 他至少说还会经常会购买一些mortgage backed security 通过这种方式呢 就像过去的QE的方式呢 能够增加这个市场上资金的流动性 让这个整个经济能够赚起来 是 那有没有很明显的觉得在假期在圣诞节啦 在过年呃这些transaction就比较少 要做refinance的人也心也痒痒的都跑去度假了 还有在银行方面他们的员工这个case的turnaround是不是也比较缓慢 会有些影响啦 因为这个很多时候经常听到underwriter去take vacation啊 然后这个当然他的这个处理速度就会慢一些 但今天还好因为整个利息比较平稳 就是说还没有让人家感觉说 我已经lock 15天或30天 现在一定要在什么时候close 今年整个purchase的交易呢也不是太多 所以因为purchase总会有一个期限嘛 是 所以有合约保在那边 对对对感觉现在的就是说至少说处理上 不会因为这个银行处理速度发慢而有太多的压力 是那您觉得在呃明年啊 比如说在春天对于房地产都是在雨季停了以后 一年之际在于春 大家对房地产的购买又蠢蠢欲动 我就认为这个purchase loan又会多了起来 那什么样的人应该要考虑做refinance呢 在2020年 我想这个refinance就是说最简单就是说你现在利息 一个是你的利息比较高嘛 如果你或者是到期了 或到期了需要调整program 这是当然这个就是说很明显的 唯一就是大家要区分 有的时候觉得说有些人觉得说我要一定要等到降0.5%以上 哦那个太aggressive了吧 对0.5%其实蛮大的 通常来讲如果做no point no cost的话 你降了0.25%其实就值得很值得去做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市场这个瞬息万变 有的时候当利息降了0.25%你要等0.5%的时候 有可能就就失去这个机会 可能到0.25%吧 我觉得要等降0.5%的人有点不务实 看你的这个对这个risk承受能力嘛 因为有的有的朋友这个比如他lone amount不是很大 那么他觉得0.5%我每个月就省个80块100块 其实也无所谓 哦 那那你就值得去等嘛 因为就是说worst case没拿到这个 如果降息真的是很可能了你就等 但是又不一定这样子啊 对啊对啊 所以就是说如果这个就像这个gambling嘛 那那你如果可以take这个风险的话 那当然你可以等等看了 是 但总体来说呢 我觉得明年应该利息还会维持在这个 现在来讲 第一个从整个全球经济来看 现在这种低利息环境啊 是是一个缺少的一个东西 OK对就是不可能让他去高的 不能因为你看现在像日本啊欧洲啊 基本进入到负利息的 我都不懂负利息要怎么运行 对那么现在唯一的这个两大经济 这个实体就是中国和美国 啊现在这个利息还比较在正常的水准嘛 中间如果说经济出现相对的放缓啊 或那么联储局也好 还是中国的央行也好 他可能第一个举措就是要再减息啊 嗯 他们已经加齐加了好几次 现在要降息还是有很多枯息 对可以这么做的 对对对 像今天是2019年的12月31号 虽然说做重新贷款这个可以任何时候都申请 任何时候都可以进行process 可是今天在账面上就已经是2019年的最后一天了 在会计方面来讲那么有一些事情必须要在2019年12月31号之前开出去的支票等等这个日期就很重要了那明天开始就已经是2020年这个岁末年初对于我们要有 Borrowing power的人我们必须要注重哪一些基本的条件呢 我想这个确实也是蛮关键的 因为现在这个贷款来讲是就是debt to income ratio非常死的嘛 43就是4345就是45你over一点都不行 那所以说报税来讲确实有很大的这个影响 特别是假如说 报税 对特别是如果你明年打算买房换房或者说任何有这个需要借款的时候 首先你还是要跟您的agent去去做一个大概一个评估 就是说比如你明年要买这100万的房子 那么现在有一个有一个房子到底是以后要租啊怎么样 就是做好一个计划嘛 因为以前来讲这个如果你self employee 当然你是首先你要考虑一个报多了income的问题 就算是你是w2income的人 那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现在有这个投资屋的情况下 那你要报多少rental income 因为很多朋友一个是rental income报的少 另外一个他有很多的这个expense expense就是像repair啊 对啊这个depression啊 很多这个这个这个都是银行未来来评估你贷款能力的一个条件了 是那你报的income少 当然贷款能力就会相形的也减低了 对所以有的时候其实你那个那个方面省的并不太多了 但如果说影响到你未来的这个投资计划啊 买屋啊这个就有点得不偿失了 好我们讲到这边先做一段休息 进一段工商资讯 回来以后就看看从lender的角度要怎么样来approve一个borrow 就是好的borrow他必须具备哪些条件 Max Row Cupertino已超过10年的专业诚信 育满弯曲众多银行最佳利率 direct lender in-house funding Max Row有高素质的经纪人团队贷款地产并重 一站式服务 Max Row有经验丰富的long processor team和real estate coordinator 帮您顺利co-steal Max Row有超强的管理团队提供系统培训和一对一指导 欢迎加入Max Row Cupertino 请下Vila王408-307-5056 408-307-5056 Rebecca Lim顶尖房屋买卖团队 十多年来以资深的经验和丰富的房源 五丸区深得客户青睐 Rebecca Lim您房屋买卖的平台 Rebecca Lim408-720-6800-408-720-6800 大家好我是周乐 感谢大家多年来对娱乐漫谈的支持 踏入新的一年 我们会继续于节目当中邀请不同专业领域的嘉宾 探讨与大家息息相关的话题 节目内容更精彩更充实 从1月4号起 我们会继续于每周六晚7点半和大家见面 而重播的时间将会提前至周日晚上7点半 记得啦1月4号起周六周日两晚黄金时段7点半 娱乐漫谈与您相约在KTSF26台 昌新珠宝CH Premier Jewelers精心呈现 别具一格的外形设计 结合精准无比的即时功能 成就了Frank Buller Vanguard系列 独具匠心 与众不同 关于华人独家代理 San Jose Westview Valley Fair CH Premier 唉 这几年皮肤一直有暗窗 试过很多方式都没能根治 幸好有朋友介绍我到南湾的 Go for Day Spa美容中心 现在的皮肤好荒滑细嫩呢 Go for Day Spa还有多种方式治疗各种色斑 去质 抗皱 美白的疗程 配合最新的仪器 最优质的产品 最佳的服务 今天就致电到南湾的Go for Day Spa 电话号码4088610886 房东的福音 金算子惠敏博士推出小地主自管神器 He Rent 出租房屋管理服务一站式平台 招租广告一键发布 三大信用机构双向保障 同频看房 网上签约 靠谱维修 账目比比清晰 年底报税一点计通 打官司吹租也不发愁 基本功能完全免费 He Rent管理所有 房东甩手 月下喝酒 请速电510-353-0855 353-0855 或He Rent.com 查询 H E Y R E N T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Andrew你好 主持人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 今天是2019年的除夕夜 我们非常高兴 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 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节目呢 从周一到周五 不论是放假或者是过年 我们英语 或者是放假假日都没有的 我们都是一个礼拜五天都在FM96.1 晚间七点到八点为您做以财经为主的各项话题 并且在我们的节目中出现的嘉宾都是业界中的翘楚 非常值得大家的尊重 并且呢也再度告诉大家 Andrew B 他代表的是Long on Time 那他的电话是408-781-8898 OK Andrew 现在Conforming Super Conforming 还有Jumbo的Long Amount也增加了 对 好 那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消息 但是从Lender的角度来讲 我们听到说 当然他的首款很重要 信用很重要 他的工作很重要 那关于在W2的方面 还是硬性的规定 一定要看两年 如果是Ten99的人 就是这一码子事 对于很多朋友来讲 还是不太熟悉的 对 这个最主要就是说 你要区分你是self-employee 还是这个W2 就是Wage Earner 因为这个Difference Or BOTH 其实是有BOTH 像以前经常在 尤其是做这个High Tech方面 有些人是 以前是W2的这个Income 那最后他自己注册 一个Consultant的公司 那么出来拿这个Ten99的收入 这个确实会增加很多问题了 因为这个本身来讲 如果你是self-employee的话 你一定要有两年的这个历史 self-employee要有两年 对 另外一个就是说 当你 因为他目的转成 self-employee是 因为他可以有更多的 这个Tax方面的 Deduction Deduction 所以这些都会多少 影响到你的这个借款能力 那另外一个就是 像我们上半场提到的 关于这个Rental Income 确实这个也会影响 未来你的贷款能力 因为本身 多数人还是需要 这个Rental Income 去Offside掉 你这个Expense 就是这个Property Tax 这个Insurance 这些 所以这个最好 就是说在你报税之前 还是如果你有未来有 Refinance 或未来有这个 就是假设是明年 就想要做这件事 对 你就是还是要跟你的这个 Lone Agent 能够大概帮你计算一下 会不会 这个你的这个报税 会不会影响到 未来你这个贷款 就是会不会降低自己的 Borrowing Power 最好是不要 对对对 因为确实有的时候 如果说你的Ratial 稍微高一些 超过43 对有的时候 虽然你还可以能带 但是你可能就带不到 最好的利息了 所以你这个就变成 得不偿失了 43是全部的贷加起来 对就是你全部的这个贷 包括你这个 这个房子的这个PIT Property Principal Interest Insurance Property Tax 是 再加上你其他的 比如你这个Credit Card的Bill 你的Car Loan的Bill 所有加起来 除你的这个Income 就是你这个 Debt to Income Ratio 都不能够超过 总数的43% 对就是说 那我们怎么听说 有的人说 哦我们的是可以的 超过43也行 甚至有的说 可以高达49% 有这种Random吗 就我们有到50 就是说会影响你的利息嘛 哦 对比如说 如果你的这个Ratial 在38以下 有可能你拿到这个 比如特别是一些Jumble 如果你在38以下 你可能拿到更好的利息 38以下 对对 所以这个 又是Jumble 哇那真不容易哦 对对对 这个就是说 你还是要计算一下 就是说 有的时候就差不多嘛 因为因为这个Income 这事 你也不能影响太多嘛 包括这个 但是有的时候 你担心的时候 正好你在这个Border 你在一个边界的地方 你希望说 你能够通过多交一点税 可以把你算到 这个上面一个 这个Blocket 不要算到下面一个Blocket OK明白 所以这个都得事先 跟一个Professional Loan Consultant来谈一谈的 对就是能够仔细的 看明明要报多少税 仔细的帮你去算一下 那但是如果说2020要有所行动 那只管2019年的报税的结果够吗 那等于是只有一年呢 但至少这个有些东西是看两年的History嘛 所以它还是还是要看2018年嘛 另外还有就是有很多朋友也是通常它会延税嘛 这样的情况下会 比如说你19年的这个收入 减低很多 就是Self Employee了 你可以通过延税的方式 那么在9月10月报税之前 银行还是看你18年和17年的这个 所以OK 因为现在就是说你可能如果说有需要贷款 不管Refi or Purchase 可能你都要事前先要计划一下 不要说真正的开始看房的时候 才发现说这个贷款会变成 哎呦那真的是 对呀 变成耽误时间 突累太被动了 太被动了 是好 那Credit分数 我们听到有一些program说是要最好的 也听到说740 那也听到说有一些program 连680都可以带到 这个也是唯一的因素就是看你拿到多少位 对如果你在800分以上 你可能这个比如800分以上 你的loan to value在60%以下 你的这个ratio在38 这就是perfect的 在家你有足够的reserve 所以你jumbo loan可以拿到比如2.875 就是比如3呢 这非常好的利息了 因为这个贷款来讲呢 银行呢实际上 他给你低的利息是说 他会把你同样这些 这个相似的loan卖到secondary market 那对他来讲 就是往好的调 对对 他一定有些人愿意付低的利息 然后调最好的loan嘛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市场的一个 一个一个运作的方式 我们你的信用分数可能差一点 你可能你的这个代价就是利息要拿高一点 是是 但是总是有lender会借给您 按照您的qualification 能够拿到的一个program 对 只是看自己的条件 条件越好 拿到的program就是 就是凤毛麟角就是更最优的那种的 对就是说我们要尽量的优化我们现在这个情况嘛 因为有的时候你你你收入就这么多 你不可能说我一定要拿到38以下 然后拿最好的利息 有的时候可能你就是要43或者拿做certain program 但是你进就说能够通过你的planning能够尽可能的优化你现在这种这种这种准化年售方面 人的一生啊买房子也可能从30岁开始买 然后一直买买买买买买买在未来的几十年都有买 其实刚开始如果自己的条件没有那么好也不用太介意 因为每个人都是一二嘛都慢慢build up自己的财富啦 build up自己的信用啦 然后钱又更多一点啦 然后build up自己的知识啦什么所谓换屋结婚成家事业更棒 然后你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去换居位了 哦就是时间咯 对 所以我以前经常都觉得哇等到自己什么都有了的时候青春跑到哪里去了 对这个所以我们传统说一定要先攒钱去买房啊这个其实在为现在这个世界来讲就是其实不是太合理了 对因为美国有credit的这个制度为什么不正用自己的 你可以用银行的钱用用其他人的钱去帮助你能够投资啊各个方面能够更快 贷款人的身份呢有的是F1有的是工有工卡ADE啦什么等等等等都可以贷到款吗 对都可以贷到款啊因为这个呃当然就说如果你要做查收入的呃可能如果你是H1的或者是这个F1呢 呃不是F1就是学生不行学生是不行的学生不可以 所以这种情况下可能你根据你的这个Visa的这个所剩的这个期限可能还是有些关系 嗯所剩下的期限还是有些关系如果不是绿卡也不是美国的公民将来 在卖房子的时候的那个tax就是您不需要以一个cpa的角度来讲就是没有美国合法居留身份的人卖房的时候是否会先withhold一笔钱 哦对这是一定的嘛因为我们看你卖房一定会有一个disclosure就是如果你的你的status是什么 然后如果你是foreigner的话一定是会要hold的这个这个proper income tax 他怕你漏税对啊对啊是这个税是美国绝对不放松的 对OK如果您在贷款方面有任何的问题以及想要找一个professional的loan broker来替您做consultation Andrel B就是这位人选希望大家把他的电话号码记下来408-781-8898408-781-8898 那2019年就在我们的访谈中告一段落了那祝2020年您可以帮助到更多的华人的借贷的朋友 好谢谢也祝各位听众朋友这个新年快乐 谢谢谢谢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在new year eve晚上的节目到此结束 那就跟您说一声明年见了拜拜 以上言论纯属嘉宾之意见不代表矽谷华人电台财经电力及主持人的天堂 今晚矽谷华人传播公司为您制作的节目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听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